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pei 這條片會解釋APEX牌位賽制的變更 認真說 如果跟你想分的朋友不知道加分制度有改 或者不明白新制如何運作的話 請建議他們過來看這條片 新季包含了很多內容 包括上半分季的牌位地圖風暴點 當然還有新的戰鬥通行證 我也知道一定有不少沒有課金的玩家 想買個通行證然後永續下去 但又沒有渠道課金 這裡跟大家推薦夜貓購 夜貓購提供多種不同的遊戲虛擬商品給各位挑選 另外夜貓購只是一年內的總購買人次破萬 所以信譽方面絕對可靠 還因應不同的地區提供不同的付款途徑 台灣可以用超商代碼、銀行轉帳 香港亦提供Ali Pay HK和轉數快 這裡主要想推薦野貓購的三樣商品 Apex人工代儲、GeForce Now會員和Steam蒸氣卡 Apex人工代儲不限任何地區 Apex幣或者不同角色的組合包都有 主要提供Origin的代購 但如果Steam有年好Origin的話都能買 只要記得剩下Steam平台的選項就可以 第二個推薦就是GeForce Now會員 沒錯就是顯示卡品牌Navidia最新推出的雲端遊戲平台 只要網路夠快、夠穩定 透過雲端的運算 即使是很舊的電腦都能夠好上玩3A大作 還支援超過100種遊戲的雲端連串 連接好帳號就能玩 唯一要注意的是註冊好帳號才能被夜貓購幫你代購 最後推薦的是Steam台幣蒸氣卡 如果你本身的帳號地區比較特殊 都可以詢問老闆去額外購買 成功付款之後就能夠拿到蒸氣卡的序號 按進去Steam錢包充值這一頁輸入序號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香港用戶因為地區的關係 購買之後需要人工確認入帳 成功落單 右邊就會有港幣應支付的金額 用你選擇的方法比好之後 就可以用夜貓購的Discord 或者Facebook粉絲團聯絡客服提供截圖 成功就會在一小時內發火 最後講了那麼久 夜貓購還提供了8組1000APEX的序號 給看了工商這麼久的各位抽 想要的可以在這條影片的留言中 打上hashtag野貓購 講一講對下季的期望或預測 並且加入資訊欄的野貓購Discord 抽獎會在那一面開抽 大家一定要加入 再次感謝野貓購今次的合作 第首一季中最重要的一個改動就是 排位模式計分的改動 更改之前不計法很簡單 排位分數和擊殺分數加落 最高擊殺或者助攻加起來6分 現在改制其實道理上都差不多 唯一新的部分令到很多玩家不明白的 就是新的擊殺助攻計法 擊殺和助攻都是一樣 所以下面開始我助攻都講成是擊殺 官方講的精簡版有以下兩點 第一 擊殺RP現在會根據你殺的人的排位計算在一面 第二 我自己不建議看的 因為這個會把你搞得更加亂 他說擊殺RP上限由6變成7 但是這個上限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達到 網上就流傳著兩個計法 第一個就是說你殺人夠多的話 排位是甚麼都不要緊 會直接拿到最高分 我就不太肯定這個在哪裡傳出來的 可能是這個文章 但裡面的計分的圖片 就已經跟官方放出不同了 所以應該不能夠相信 這條片都是講官方顏面的計法 要比較簡單的了解這個方法 可以將新的計分制當成三部分 名次分數 擊殺分數 以及擊殺額外人頭分數 畫面上是官方放出的新計分制 名次分數最簡單 跟之前一樣 甚麼排名就直接拿個分 擊殺分數就是第一點 將你殺的人排位計算在內的部分 擊殺跟你同階的敵人就會給10點 這裡要講清楚 排位的分別是金銀銅那種分別 不是白金一白金二這種 另外大師和鼎獵當成是同一個階位 在新的系統之下殺給你高階的敵人就會有更多的RP 例如是你白金排到大師把他殺了 就會拿到15RP 反之殺了給你更低階的人 例如是你金牌殺了銅牌的敵人 就只會拿到5RP 最後一部分就是擊殺額外人頭分數 這個都很容易明白 就是你有多少殺就給你多少額外分數 這個額外分數會根據你排名而變 第一名就每個頭15RP 第二到三名就每個頭10RP 講完上面好像有點明白了明白了的感覺 現在就看看官方說的例子 白金仔 場上殺了6個鑽石和3個白金 然後用第二名完成遊戲 這個計分就會餘下 第一部分 排名分60RP 第二部分 將敵人階位計入去的擊殺RP 因為鑽石比你高一階 所以每顆鑽石頭就12RP 然後三顆白金頭就每顆10RP 加起就是102RP 第三部分擊殺額外人頭分數 因為你殺了9個人 第二名就會給你90RP 兩個加起來超過了上限175擊殺RP 所以最後得到的分數就會有60加175 白金入場費是36RP 所以這場得到的RP就會有199 就是這麼簡單 說了這麼久 實際這些改動代表什麼呢? 以舊的排位方法 最高得到的分數是100分排位分 加150擊殺分數 更新之後最高就是100分排位分 再加175擊殺分 所以你真的比現在的排位強很多的話 的確是可以比之前排分更快 第二 對喜歡殺人 不喜歡等排名的朋友 排位模式會變得友善很多 因為你真的超強的話 可以直接殺十幾個人就到達上限175RP 排位分數沒有拿到也沒關係 反正有殺人就有分數 舉個例子 如果你殺了10個人 但是最後被混帳王鳥仔倒閉了頭 拿了第9名 根據以前的計法你只會得82RP 用更新之後的計法 假設你殺的全部都是同街敵人 你就會拿到130RP 所以這個是對戰力強 但沒有耐心等排名的玩家的好消息 最後就是炸魚和外掛的問題 如果有人在炸魚或是開掛 這些人在改制之後爬分會快很多 假如你不是大師鼎烈 對你來說 這些神仙會更快離開你的街位 你就不會被他激到這麼多次了 所以說到最後 這個改制最終的輸家是大師和鼎烈 你們可能在哭著 不過大師鼎烈就佔據這麼少一部分的玩家 遊戲的制度當然是令到大眾玩家受惠 而不是令到少數頂尖的玩家爽爽 所以這次的改動對你們來說是有點大 請你們忍一忍吧 這條影片都挺長 因為要詳細解釋 下季更新之後的頻道會繼續定期推出更多的APEX內容 所以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這條影片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那拜拜 字幕志愿者 券